把它改成那个显示比例部分呢 改成总计百分比 因为我刚刚有做过类似的方法 总计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销售额占最大宗的还是主机版 所以这个公司里面 其实基本上就是靠 主机版赚钱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那其他的话什么 汇流牌 只有占百分之1%不到2%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完成那个第7个问题 第7个问题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8个问题 他问说每一个年度 月份的总销售 这个总销售额 所以年度 年度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月份 的总销售 做出来的话呢 基本上涨的就像这样 有点像 如果把年度放在栏 把月份放在 那个列的话 中间一样 就是我们销售总额的加总 所以做法上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干脆一样拿这个07来做修改 所以把这个 07的这个 再拖拉Ctrl键按住好了 把这边改成08 那第8个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 几个啦 但我把列的部分把它移掉 不要分类名称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把 蓝 先列好了 列是月份 月份拉过来 然后呢年这部分的拉过到标签 你会发现 2007到2009年的 资料就出现了 那目前是百分比 所以把它改回来 改成什么 改成 无计算 让它的业绩显示出来 但是特别注意 其实这边的话呢 年度因为我们已经有产生一个 年度的栏位 所以呢它可以根据 2007 2008 2009 但是理论上有的时候什么 你如果把这个年度拿掉 如果说我因为年度的这个蓝位是来自于那个有一个日期 销货日期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不想要产生年度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销货日期 拖拉到蓝 那它会买每一天每一天 对不对 其实呢 各位可以学会一招 就是说什么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日期的任何一个蓝 任何一个 除了一个上方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所谓的群组功能 也就是说其实日期部分 尤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希望呢 他可以把同一年 同一季同一月的资料 放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群组功能 群组功能呢直接就是 在上方按右键 它就会出现群组 假如说我不要用年的那个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改销货日期 假如说你平常用的话 群组 那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上方会出现就是说 从哪一天开始 哪一天开始哪一天结束 然后你要兼聚值 关键在这里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不是只有日期 甚至是 你的兼聚可能是某个数字到某个数字 其实也都可以利用群组功能 帮你把 某一个兼聚的资料放在一起 所以呢我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年 假如我这边根据年 特别主要月要把它点掉 否则的话月它会自己出现按确定 那这边的话呢 它一样 2007到2009 结果 会是跟刚刚那个用EAR那个栏子一样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必要 多一栏的话 那其实你倒不如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用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可能 必须要懂得按右键 去做什么呢 做群组的设定 OK大概差别在这里 至于哪个方法比较简单 你就自己去斟酌吧 OK 如果不需要增加 其他 这个地方的话按确定 我们可以产生5M 所以这部分呢 除了说你这个蓝标签 可以用年之外 你也可以用销售日期 记得按右键 所以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按右键 这边有个群组功能 或者是你从 上方也有个所有的群 这个群组选取 也有群组功能 不过我的习惯 是直接从这边按右键 这样群组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按右键群组 应该其他的版本 我想应该也是 应该差异不大 就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 可能要注意就是 哪一个起始值 结束值 如果说你要群组的 可能不是全部 那你也可以选择 某部分 起始 开始的点 跟结束点 这边可以做 其他设定 另外的话 要兼具 因为你我们选的是 一个日期 的格式 日期里面基本上 他一定有年月日 然后 背后其实还有10分秒 所以其实你可以针对某部分的 这边有吧 年月 多一个季 然后呢 天 小时的 Hour minisecond 所以多一个季 那这边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年的部分群组了 那就完成08的这个部分设定 接下来的话09 09 09的话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一季 每年度 把本来上面的 1到12月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用季的方式显示的话 那其实 这个地方我把08再复制一下 Ctrl加按住 这边把它改成09 Enter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他这边 1到12月 我不要显示成1到12月 我希望显示 每三个月 就一季 三个月一季 帮我群组的话 这个地方 就我刚刚讲的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一样群组 针对这个列的部分呢 做什么呢 每三个月 做一个群组 你不要先放上面 按右键 群组一下 接下来他会跳出 这个群组的 设定画面 他会问你说 你的群组的起始值是多少 1嘛 预设 结束值是 12 那兼距的话呢 预设是 每一个月就间隔1 1、2、3、4 那如果说你要一季的话 就三个月 所以记得 把它的兼距值 改成3 改成3之后呢 你按确定 你会发现会有一个 结果显示出来 有没有发现 1到3月就一季 第1季 4到6月就一季 然后7到9 10到12 那也就是说以后如果 特别注意喔 你要把 某些数字的范围 让他兼距相差多少 为一个兼距的话 记得善用那个群组功能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懂的群 这个群组啊 你会发现哇列一堆 可是其实他们很多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想你就善用那个 所谓的群组喔 那如果要取消的话按右键 这边就会有个取消群组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他就取消掉了 OK所以按右键 群组 你要兼距射多少 那这边可以稍微改一下 这还蛮好用的功能 群组 而且用到的机会 蛮大的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这个群组功能的话 可能 很多枢纽分析 你做出来的结果当然就 不是很恰当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每一季 帮我 设定出 一个 资料结果 那当然他也会自动帮我把它做加总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那个 每个年 每一个季 问题09 那接下来的话呢 列出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业务 业务员 每一个客户 的交易额 那也就是说 在列的地方 你可能在 他有一个 第一个位置 就是 我们的部门 第二个位置就是放 业务员 就是其实他是员工 其实就是 这两个 这三个 所以 它就会有 主要的 位置 有一个 就是 第二个 其实是